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宣布此项好消息 其实是把影片跟台湾社会的记录来做一个结合 就是说他们鼓励这个纪录片导演 能够深入台湾自己的脉络 而不是只是向国际看戏 所以这个纪录片的拍摄是很贴近土地 很记录我们人民的生活 这一点就回到我们刚刚讲的说 越台湾化越国际化这个意气 就是关怀台湾的社会 然后接近台湾人民的生活 大台中纪师2另眼看台中 其中神可尚导演的作品小陈 入围了第14届 IFBA亚洲区竞赛单元10部作品之一 并且将角逐Asia New Force大奖宝座 而王燕尼导演的诚实效应 也同时会要参与IFBA焦点节目单元 并且由IFBA推荐参与 德国奥博赫星国际短篇一展 另外获得2008台湾国际纪录片双年展 台湾奖首奖作品野球孩子 以及评审团特别奖黑昼记 也录为2009瑞士年国际影展 小陈则获选放映 台湾纪录片捷报频传 文件会期待透过纪录片将台湾迎戒至世界 让国际认识台湾纪录片导演的观点与美学 文件会媒体公关主台北报道